直播吧 并且一比二落后,实地分打得不是很好,那种感觉就像是整个世界要将我们压变一样,当时他在他的房间里,没事做,我过去跟他说嗨,我们一起去喝点,好的,棒极了,随后我们一起去了来盛咖啡,喝了很多,吃了一大堆牙筋食品,过得非常愉快,之后我们联营三场,那是我们的斩折点, 否则我们可能就会输掉系列赛,那个时候我们需要远离比赛,还有一次是第一次总决赛对战骑事实,我们当时同样一比二落后,实地分表现得很挣扎,于是我拿了一瓶红酒去了他的房间,房间里就我和实地分两个人,我们干了一整瓶红酒,随后我们又是连下三成,这些事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, 他是我的兄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大家